好星期二得道 現在是直播時間 我們看到文匯大公的一篇文章 他是銳評 從英雷王細細 看香港的去殖化 其實香港政府一直都是在搞去殖化的 尤其是梁振英上台之後 做了很久了 那些油桶 本來是紅色的 全部都是綠色的 故意讓你 不要忘記 這個殖民地時代 有一段時間 巴士也特意不有紅色的 免得跟倫敦的巴士相似 你為甚麼不學當年日治時期呢 把德庫道中改名為忠明治通呢 你們跟日本人沒有分別的 你們都是侵略者 或是人民大道 解放路 那時候的宣傳不是這樣的 香港你騙回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答應英國或是國兩制 因為中英聯合聲明 其實是因為中英聯合聲明 他們騙回來的 我們到讀篇文章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世世世 因為世界各地關注 在香港 一些人 在駐英的 總領館外面排隊吊燃 不是一些人 是很多人 要排幾個小時的 逢是很多人的時候 就一小撮人 在中共裏面 你們這群人只是一小撮人 他們只有一票或是零票當選 他們就說絕大不分市民認同女的 這群死共地 管外還有些人買來鮮花月餅自製 極過別人 甚至單膝跪地 餘桑巧闢 反華媒體對此大作文章 聲稱反映了港人懷念英殖民統治 誰是反華媒體 我們沒有討論過 香港人懷念殖民地 我們懷念英女王的最主要討論 最反華的就是文匯大公 只是現在開這個標題 沒人說過這件事 大家都在討論英女王 他們是討論殖民地 多愚蠢 把這件事提升 我們就幫你繼續提升 有上述言行的只是極少數人 絕不代表香港社會 反華媒體 顯然也是進行另類政治宣傳 然而這一現象 仍然值得關注 因為他說明香港中一部犯人 抱有根深蒂固的戀直心態 香港的去殖民化 還有不少工作要切實推進 英國駐香港總領館上個星期五 即是9日下半期之外 李家超你也去悼念的 梁振英偷偷進去串訪 為什麼你不去把這些民族敗類抽出來呢 還是可能這篇文章就是寫著民族敗類 原來就是說他們的 就是這班漢奸 殖民地心態者 梁振英 港英時代就已經是甚麼了 因為有份參與很多東西了 港英餘孽 葉劉淑儀 香港的去殖民化 有很多工作真的要做 真是要清除這班人 梁振英 李家超 以及葉劉淑儀 大部分的AO 現在的局長 副局長 他們說 大批港人 悼念英女王 還專訪市民對英女王表示尊敬 感激他對香港的貢獻 更加引述黃絲時事評論員稱 英女王勢勢勾起港人對英籍時期的勉懷 感慨香港今天變成這樣 特別是曾經建立的文明 人權 民主 自由 都大幅倒退 他們說出事實 那麼客觀 民主的部分就是要補充一點 當時是一個了農民主 但是也是 一定給現在自由啦 那時候也不是非常自由 不夠民主社會裏面 真正有普選的民主社會裏面 不過這個世界就是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香港人 為甚麼我要說呢 我不贊成香港 你說我要回復 變殖民地 這個說法 我非常抗拒 你說想 跟英國建立重新的關係 加入英聯邦 我不覺得有問題 但是你不是 變成了一個藉口 然後叫香港人 甚麼都不做 坐在那裏等別人去幫你 很慘啊 我只是想 回復 以前的生活啊 這些說話 坦白說 跟藍絲說話的口吻差不多 很難聽 完全無事 你2019年 香港人有多少人 犧牲自己 在街頭上抗爭 犧牲自己整個事業和整個人生 賭注一切 就是為了求改變嘛 不是求別人幫你啊 我覺得這個心態有問題 跟英國沒有問題 我跟英國很友善 但是這個心態 要靠別人去幫你 自己甚麼都不做 這是我最反對的 其實這些人 只是適合做奴隸 永永遠做奴隸 希望奴隸主 今天鬆手一點 別打四邊 打兩邊 很離譜的 說這些話真的跟藍絲一樣 如果你說我只是懷緬以往的生活 我只是想要回那個東西而已 2019年不關我的事 其實那句話就是 2019年不關我的事 那些人不代表我而已 所以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當你常過民主之後 或者你知道這個世界有民主 你會去追求 你沒有可能要 緬懷 或者想走回以前的殖民地時代 不要倒退 因為現在的借英女王發酵到 發酵到 我要回做殖民地 或者是 我要回等英國幫就算了 我不用爭取 2019年抹了他 他們也想用粉刷抹了他 甚至乎有些人不想提起 不想提起這件事 純粹就是覺得 我們回到以前就夠了 一個人 這個倒退 我講的好像大陸一樣 你要去大陸倒退 像北韓一樣 就是那隻狗 你讓牠平時吃起牛扒 吃起牛扒 突然間你給他一堆屎 牠不會吃 牠還會咬你 但是 我發覺中國人 送衰的那些狗 現在部分的香港人好像那些狗一樣 他覺得食屎沒問題 他可以倒退回到食屎的年代 狗也不行 你看看 那些建制派 你就知道了 那些土共 現在都已經開了拖 田北辰也開拖 田北俊也去英國開拖 大讚伊麗莎白 先 不是伊麗莎白二世 田北俊也去讚伊麗莎白 我們繼續多讀一下 顯然意見 反中亂港份子 以及反華媒體進行一場必有用心的政治宣傳 意圖通過一些黃絲的反應 以及相關報導 去編造港人對殖民地時期的美好回憶 並以此來攻擊國安法實施之後的香港 特區新局面 雖然寫的是英雷王勢勢 實際上是替殖民 統治洗白 為愛國者自廣抹黑 可謂居心惡道 好笑呀 那就是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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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要報道去洗洗 如果這樣說 好笑呀 事實上 前往英國駐港總領事館悼念的人雖然有 但是根本談不上反映香港社會心態 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對此都是當作一宗普通新聞來看 那些前往自哀的人有出於禮節性 亦有出於簡單對英女王的尊重 甚至有追星的性質 從本質上而言 一些人向英女王致哀 反映的只是少部分香港市民的心態 最不代表香港社會主流 英女王 早已不是 港英宣傳時期 管治時期的英女王 英國也不是1997年前的英國 反華媒體幻想港英 遺民 佔香港社會主流 不過是可笑的 自我意飲 其實如果真的沒有這回事 為什麼你們要 做大做文章呢 其實他們說的東西就是反映著實情 所以他們那麼高度緊張 連一篇 連一個中太訪問也會刪除了他們 那一百萬人上街 不代表 只是一小串人而已 還有一小串人而已 還有四百萬 然後他們吹大雞 搞集會 叫賣 三萬人都沒有 然後做到三十萬人就在集會 我給你三十萬 你也還有七百二十萬人反對 你看一下 中國領事館在這邊你就知道 很多人在悼念的 你們有沒有白事也有很多人來悼念 很多人去耍音獅子 你們是不是很開心呢 提詞幫你做法事 民心所向 絕對沒有意淫 你不用擔心 幫你做技那方面 你不用擔心 然後還有一個單室跪地的青年 實際上 跟2019黑色暴亂期間的暴斥 有著類似的問題 黑暴期間反中亂綱分子 囂張狂膜 除了鼓勵港獨等分裂思想外 還要進行所謂的重歸英國計劃 這個沒有的 也有些人揮動農屍旗 揮農屍旗不代表歸英 只是懷念殖民地 真的要先搞這幾件事 信片我應該要趁這個機會去講 你揮動 港英旗 以及你在說 黃世澤港的歸英是兩回事 黃世澤港的歸英是坐在這裏等人幫你 我只是告訴你 香港人不會接受 香港人最多 要重歸英聯邦沒有問題 不要緊 你就公投自決 你要學你學加拿大 澳洲 你喜歡找英女王 現在不是英女王啦 你喜歡找英皇做國家元首 我不覺得是有問題的 最重要是你的政體是民主的 你是一個人民普選出來的政體 但是他們現在有一堆人提倡的方法 不是只有黃世澤 黃世澤 他們現在在說的就叫做我繳合雙手 當2019年沒有發生過 我只是主張英國收藏 他不是主張你去爭取 香港人自己作主之後 我會否加入英聯邦 他是爭取我們坐在這裏等人來收藏 這些其實是反革命的 如果進行一場革命 這些人是被一批要槍決的人 因為他絕對是會扯後腿 扯革命後腿的人 其實他說這些 所謂的問題 我覺得不用整篇讀了 反而 他整個 得與其內的英女王世世 我覺得對中聯辦 對港英政府 整個政府來說 是很大的衝擊 因為他覺得 國安法用這麼嚴苛的環境 去逼你們 你們都 還沒有放下 他又不敢像太子站那樣 你獻花你會拘捕那些人嘛 亂拋垃圾 你去英國領事館門口拘捕那些人嘛 見人就拘捕那些人嘛 然後找一些食環署來清花 你就是做漏了東西呀 有本事你學一下太子站那樣 把警察站在英國領事館門口圍著他嘛 誰獻花又拘捕那些人嘛 不要煽動啊 叫人不要煽動啊 不要亂拋垃圾嘛 為甚麼你不敢做啊 為甚麼你不敢做啊 就是沒有本事啦 因為他怕 他怕會拆槍走火 他怕會 觸發香港的革命 其實如果他搞一搞 真的會啊 戀直還更強啊 告訴你那個叫戀直啊 那個叫戀英女王 戀直 其實我都覺得 那些人是懷念 港英年代 因為起碼港英年代有基本自由 他有一個 基本比較 沒有現在那麼離譜的嘛 起碼當時 他們還是說法律 現在沒有的嘛 現在那些死共匪是土匪來的 嚴格來說 有人 主張歸英計劃 我又不會反對 你甚麼都不做 讓人去救你 這個人才會反對 如果你一群人 真的 用很大的力量 去搞 重新加入英聯邦 其實我真的覺得我又不會 我真的不會有很大力反對 坦白說 因為現在是 open 討論嘛 好像當年 中共那樣 他們說要武裝保衛祖國蘇聯 你可以武裝保衛祖國英國 正確來做的就是 你學澳洲 學加拿大 你去到一個 根本等於你是徹底 自決和獨立的 然後你重新加入英聯邦 沒有問題的 人家是實修你的 其實這個實修你的 這個人是最喜歡的 他就是想你認他做元首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反而覺得這樣 不過我覺得這篇文章 其實反映到他們那種虛脅 是港共政權的那種虛脅 他現在每一件事都可以 徹底觸發你就是反你的港共政府 你的港共政府現在就是如此不堪 用不堪這個字已經太好了 你是這麼黑人憎恨 那麼該死 該死也不死 我覺得 接下來 去排隊的遣發的人會樂意不絕 遲些你弄一下弄一下 那些人都在壞臉日漸時期 你還不慘了 你那些人連鬼子也不如 其實根本就是鬼子 一直玩下去 看你可以怎樣 你真的不死 壞臉日漸時期 這真是開玩笑的 這真是不會的 因為大半人都沒有經歷過日漸時期 而且真的有殺人 跟你們一樣 你們也是殺人 大量行家 這一節我們討論完結了 這裡是錄音錄 我以後